5月8日晚些时候 中方领导人结束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行程 紧接着陈专机起飞 开始了此次访欧行程的最后雨战 匈牙利 不过日前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之后 中方领导人的专机5月7日却连夜飞往塞尔维亚 这一动作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大家好,我是石家岳,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中方领导人这次出访欧洲 主要访问三个国家 分别是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从地图上看 中方第一站访问法国之后 下一站前往更近的匈牙利应该会更便捷 但是并没有 中方领导人出访的第二站却选择了塞尔维亚 中方之所以要舍尽求远 直接绕道飞往塞尔维亚 可能已经释放了不一般的信号 从关系上来说 这两个国家近些年的对华政策都非常理性和友好 中方领导人对这两个国家访问的先后顺序 并不代表着对两国重视程度的高低 比如塞尔维亚早在2016年 就与中国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之中 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也是欧盟之外塞尔维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事实证明塞尔维亚这些年积极发展对华关系 如今已经得到中国各领域的认可 而且塞尔维亚现任总统伍奇奇还是一个坚定的清华领导人 伍奇奇在任总统的这几年大力引入中国投资发展经济 每每提到中国现如今的经济成就 伍奇奇少不了对中国大家夸赞 另外每当遇到难处的时候 塞尔维亚政府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中国 去年科索沃局势在北约的挑动之下面临一触即发的时候 伍奇奇也找上了中国相关机构 并请求希望中国能够影响国际社会更好的处理科索沃局势 塞尔维亚从政府到民间对中国明显存在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感情 而匈牙利这个国家实际上和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匈牙利一直都非常重视和中国之间发展经贸联系 比如中国当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时 起初大部分欧洲国家还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不少的疑虑 不过作为欧洲议员的匈牙利却一马当先 第一个站出来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 后来也一直积极拥抱中国的投资 单凭经贸领域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匈牙利不但看好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实力 更对中国有着很高的信任 所以在中方眼里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都很重要 中方也会尽可能的将这碗水端平 但中方专机5月7日起飞后绕了个弯 先一步访问了塞尔维亚 实则因为5月8日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正是25年前的这一天 北约在入侵南联盟的行动中 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造成了中方使馆三名人员牺牲 尽管已经过了25年 中方也永远不会忘记 5月8日北约对我大使馆实施野蛮的轰炸行动 另外中方领导人访问塞尔维亚主要谈到的是经贸合作 双方也签署了数十份有关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虽然双方并没有正式讨论安全防务问题 但中方选择5月8日访问塞尔维亚的行程 就足以说明了很多东西 在这之后 无论北约想对塞尔维亚有任何手段 都会先考虑到的是中国的存在 中国目前在塞尔维亚有很大的投资 北约若想在巴尔干半岛挑起混乱 中国显然不会置身事外 这一点需要北约先想清楚了 中方的态度很明确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 中方明确支持塞尔维亚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此外中方也说了 完全支持塞尔维亚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欧洲媒体认为这可能抑制科索沃问题 对此现在最该重视的就是北约 之前北约挑动巴尔干局势 更是封锁了塞尔维亚周边所有邻国的领空 北约一度摩拳擦掌 北约当时就是想以强权欺负弱小 一旦局势失控 类似当年北约入侵南联盟的情况就会重演 但从现在开始北约可要看好了 未来北约若还在塞尔维亚的安全问题上搞手段 就得先考虑考虑中国的存在 而在塞尔维亚看来 与中国的联系自然越多越好 毕竟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少有的既友好 也负责任的大国 中赛加强关系和各方面发展是不可多得的 这一次塞尔维亚已经得到一剂来自东方的强心剂 接下来塞尔维亚走在独立自主发展 和坚定维护主权完整的道路上 也将更加有信心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